doo 高高周近 這是一只古代牧羊犬 從牠出生的那天起 我們就開始記錄 牠每天發生的小故事 今天是他出生后的第三十九个星期 由于上个星期的认识动物教学 深受小朋友喜爱 因此阿法汉主人今天再次来到幼稚园 哇 我真的很受欢迎哎 不过主人说上次我太激动了 今天他希望我能够好好的表现 大家好 现在我要表演的是刷牙 刷牙是很重要的哦 不刷牙的人会有蛀牙哦 还有 你们不要看我一边刷牙一边吃牙膏 那是因为我用的牙膏本来就是可以吃的 可是你们平常用的牙膏还是少吃为妙 有了上次的教学经验 看来阿法今天的教学真的进步很多 而且他还有表演项目哦 阿法 阿法 他就装死了 阿法精彩逗趣的演出 赢得了全场小朋友的喜爱 欢迎大家来摸我 我的毛很舒服吧 没有想到豆子哥的绝招这么吸引人 喂 大菜头 你怎么可以偷学我的本事 谁说那是你的 那是我的独家专利 你以后都不可以表演装死 不可以 等我一口嘛 哦 为了让阿法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别的狗狗相处 主人今天特地安排了一场下午茶聚会 只是没想到阿法一道店里就和垫狗打了起来 那只狗真讨厌 我不喜欢它 诶 那个该不会是 哇 好大的蛋糕哦 可以吃吗 没问题 这样你就可以慢慢吃了 这样很丑耶 不过还真的是蛮方便的 玩飞盘咯 趁着周末天气好 阿法的主人特地带他去牧场走走 耶耶耶耶 好大的草原哦 主人你快点嘛 快点来追我啊 平常生活在都市的阿法 带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跟主人玩起丢飞盘的游戏 飞盘 这飞盘我真厉害了 丢到哪里我都不接得到 阿法 才跑这么一下下 你该不会是没有力气了吧 才不是呢 我只是口渴而已 看阿法在艳阳高照之下 还得披着大毛衣 主人特地买了牧场自制的 牛奶冰淇淋 好冰哦 真好吃 我的主人是世界上最棒的主人 玩过了飞盘 又吃过了冰淇淋 现在的阿法 只想好好地趴在大树底下休息 可能是刚才跑得太快 现在还真的有点累了呢 然后他的毛是什么的 只是爱玩的他 只要一看见飞盘 又会忍不住想要跑过去追 喂 你不要抢我的嘛 那个是我先养到的 还我啦 冰淇淋通知 古代牧羊犬阿法 马上到训练中心报到 几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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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点你就要倒大煤了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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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换 狗狗从经济 拦住 起床 按发现场一 翁打主人 知道了 知道了 按发现场二 偷吃青菜 看我的厉害 按发现场三 破坏家具 这个小鬼 力劝不听 给我把他送去 送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狗狗从军记 我是教练YES 力阵训练 首先狗狗要能够做到 自己用两脚站立 而且还要能够站着保持平衡 这样才算合格 力阵的话 一开始的话 你一定要先找一个 比较平坦一点的地方 然后就是先让狗狗做好 来 阿法 来 坐下 那一开始的话 先让狗靠在我们的身上 消除他的一个不安全的那个感觉 一开始的话 一下下就好了 然后可以再重来一次 好乖 好乖 阿法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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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开始可以把 我们的提示越来越少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 慢慢把我们的手放开 然后让狗狗自己尝试着 抓到那个平衡点 那一开始的话 当然 没有办法维持得很好 好像学骑脚踏车一样啦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让狗狗自己找到平衡点 让狗狗试着 就是维持那个平衡的时间 越来越久 然后我们对他的辅助的动作 越来越少 直到让他听到我们立正的指令 自己可以站起来维持 乖 好 立正 阿爸 立正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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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哦 立正 乖 阿爸 立正哦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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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赶快给他鼓励 好乖 好乖 聪明的阿爸 第一次学习立正的姿势 很快的就抓到了诀窍 只是当主人出现的时候 聪明的阿爸 就变成了赖皮的阿爸了 自己做好了 不行 不行 对吧 想想 吃好了 好 来 我不想练了啦 你脚又歪掉了 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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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真的好痒啦 其实是要坐下来抓痒的 不行啊 爸爸 来 来 来 我不要嘛 我不想练了啦 你脚又歪掉了 不练了 不练了 这是我的绝招 而且这一招 只有对主人有效 铁巴 来 坐下 等等喔 很丰富的喔 好 李箴 李箴 乖 乖 乖 等等 叫我好透脆 李箴 你一起来的时候 就不用让它靠着你 好乖 乖乖的 我觉得练习这个姿势真的很危险耶 尤其是主人在带我的时候 好像都有快要摔倒的感觉 绝 什么 它眼睛有一个注意的一个目标 然后慢慢放开 慢慢把手放开 好 给它饼干的时候啊 注意后面要保护它一下 不要让它往后仰摔倒这样子 李箴 李箴的姿势 需要有良好的平衡感 看来阿发的平衡感还不错喔 只是它的主人好像平衡感不太好 想要帮忙却常常吓到阿发 下个星期阿发要继续挑战握手的训练 千万别错过喔 拜拜 训练小Pepo 训练狗狗学习战力 首先主人必须站在狗狗的后方 让狗狗有充分的安全感 当狗狗渐渐找到平衡的方式之后 才能够将手慢慢放开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 在给予狗狗奖励的时候 记得要用手扶着它的脖子 这样它才不会后仰而倒地受伤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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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